我的奶奶 名叫韦潘思珍 奶奶至少便因为亲母离世 而被养父养母带大 她生活在小小的农村里 也因家境贫穷的关系 可以说是没有机会 可以到正式的课室里 好好地学习上课 只能在学校旁 偷偷地听老师教书 你的情 我是没太好是假房 这里来笑话 感觉自己真正好 就在她亭亭玉立的十八岁那年 便嫁给了大她十二年的爷爷 我爷爷呢 非常疼爱他 他后来也为吴家 增添了三个儿子 但不幸的 就在我爸爸四岁的时候 我爷爷也生病了 从而离开了这个人世 爷爷走得突然 奶奶也束手无策 她迫于无奈 也只好一手轻力轻微 养大她的三个儿子 在我的印象中 她是一个很勤劳 很有毅力 又很有矜持的女人 她也是个很唠叨 但却又很可爱的长辈 奶奶对我们的爱 都呈现在于 她的唠叨之中 这些我们都懂 小时候我们病了 她都会无微不至地 照顾我们 在爸妈生气我们的时候 她也会担当我们的靠山 遇到生活瓶颈时 精神支柱 也非她莫属 至于奶奶也有另外的一面 就如视频以下 小妈小二郎 被从她出口上学校 不怕太阳塞 也不怕梦迪黄 如果先生骂我懒了 我听到你 知道吗 我会有个人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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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4 19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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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梦想离开妈妈的怀疤 心疼着那一场 嗯 奶奶就是那么的幽默 奶奶走的时候 虽然说我们全家上下的心情 都很悲痛 但后来静下心想一想 我的心情反而有些解脱 这辈子他老人家 也没怎么好好享受过这个世界 没有爷爷的陪伴 也让他更难过 离开了这个人世 可能是他最后应该去的归宿 他妈妈的怀疤 他妈妈的怀疤 我妈妈的怀疤 没事 慢慢想啊 慢慢想啊 你不能带路走 那你那时候就放开了 爱的幸福那里长大 与您真正的归宿吧 妈妈 从你年轻 花样年华 甚至 如花似玉 小姑娘的时候 嫁进了 我们独家 成为一分子 最后 我们只需要向您老人家说声谢谢 感恩由您 妈妈 我们永远爱您 永远怀念您 一路好走妈妈 爱你婆婆 上香 谢谢你茶 谢谢你朵 谢谢你包饱 谢谢你摆菜 请你放心地跟他走 放下所有牵挂 带着我的祝福 你永远在我心中 现在欢菩萨牵你的手 请你放心地跟他走 放下所有牵挂 带着我的祝福 我爱你 你永远在我心中 你永远在我心中 爱你 新年快乐 请不吝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